杨子作为同期小花中的佼佼者 近年来取得了较为耀眼的发展 他不仅主演了《场相思》《陈幻记》等多部热门剧集 而且在电影界的发展也逐渐提升 杨子瘦身后颜值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他还成功开启了时尚界的新真诚 杨子以扛剧能力强大而闻名 他的作品几乎都能成为热门 尤其是凭借《场相思》入围百艺兰奖后 他在影视资源方面的价值得到了更大的肯定 目前他正在备受瞩目的剧集《场相思2》 青三行和电影《国色芳华》中担任主角 并且还传出了他将出演改编自热门小说 《祝姑娘今天掉坑了梅》的电视剧 这部剧是一部古装剧 围绕着女主角如何女扮男装进入官场 并凭借自己的才能一路升职 成为当朝成像的故事展开 这部剧将成为一个典型的大女主剧 原著中并没有设定任何男主角 完全围绕着女主角的事业线展开 对杨子来说 这无疑是他资源的一大提升 在过去的作品中 杨子并没有出演过纯粹的事业女主角 他因为经常和男主角合作而被称为奶妈 尽管他在《场相思》中 扛起了聚集前期的全部热度 但最终他的收益并不如张婉毅的男主角高 因此如果杨子能够在《助姑娘惊天掉坑了眉》中出演女主角 而且这部剧没有男主角设定 没有情感纠葛和克CP的困扰 那么他一定会凭借他出色的角色扮演能力 为观众呈现一部非常精彩的大女主剧 当然《助姑娘惊天掉坑了眉》目前还在筹备阶段 剧集的最终阵容以及演员配置还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杨子最终成为该剧的女主角 那么在剧情和角色设定方面 他无疑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如果剧集的制作团队足够豪华 演员配置足够出色 再加上杨子的流量号召力 那么《助姑娘惊天掉坑了眉》有望成为像庆余年那样的古装剧爆款 到那时杨子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九龄花抗剧第一人 杨子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他的抗剧能力备受肯定 而且他在各个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 如果他能够出演《助姑娘惊天掉坑了眉》中的女主角 那么这将是他资源提升的又一体现 希望他能继续展现他的实力 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作品